Van Vancouver We love Vancouver Canada Place 這裡是86年瓶跟法師博會 Canada的燦爛場館 現在這裡是會展中心 油汶法頭 中华本海法由中国政府选择 中华本化很早以前都在加拿大深深的扎根了 我们成人street gotta take on the world someday Science World 八六年文化是博会的中心建筑都在这里 现在这里是大小朋友搜寻爱的科学馆 We will rock you 我爱沙灾 我爱马头 我爱农场 我爱西瓜 我爱我们居住的地方 城市家生活最美好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rew don't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This is nothing's gonna stop me for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more I'll go see the world together I'll love you 从伦敦到巴黎 从蒙特利尔到萨拉哥萨 历经159年的世界博览会 在2010年走进上海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上海因市所更精彩 这里是上海广播中特别节目 精彩世博 美丽上海 我叫彤彤 今年八岁 关于未来 我有很多的想法 我希望能遇上未来的我自己 让他告诉我 未来是什么样的 我啊 就是你要找到 未来的自己呀 你来说出 现在的烦恼 我用未来的方法 帮你解决 怎么样 听好了 问题一 我有很多漂亮的衣服 但有些小了 我不想丢 也不想送人 怎么办 很简单 回收再利用啊 问题二 去医院看病 可以不用总等着吗 当然 你可以先在家做检查 然后医生直接给你处方 问题三 不是夜里 也不堵车 人人都能开车 没有车祸 这个也能做的吗 有什么 告诉你吧 我的小狗也能自己开车 我不信 你这是胡说八道 不信 我现在就带你到 中国2010年上海师博会 去看看未来的影子 让你眼见为时 在上海师博会数百个展馆当中 各个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 展示着本国的人文特色 和他们各自对师博会 城市上生活更美好 这一主题的宣誓 其中 以兴旺之城 兼容并固 持续发展 改革创新 为主题的加拿大馆 因为其新奇的设计 热情的互动 被很多参观者评价为 世博园区当中 最好玩的展馆之一 这些是可以骑 这也是一个互动的展象 今天很好玩 今天很好玩 上海世博园内 小白菜们 日渐成为一道 最靓丽的风景线 小白菜是人们 对世博会志愿者的昵称 据说是因为 他们的服装 上绿下白 就像一颗颗 葱郁的白菜 而小 则是指他们 大多为80后90后 也就是上世纪 80年代和90年代 出生的年轻人 他们大多数 都来自上海的各所高校 位于上海金安寺 街道的世博人家 旨在让外国友人 到上海普通百姓家里 品茶 做客 吃饭 交流 游览 金安寺街道里的老洋房多 老建筑多 名人名居多 同时居民当中的知识分子多 知名人士多 乔包乔卷多 这些都为世博人家的旅游计划 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近年来中国元素 迅速风离全球 如今这场中国元素风 挖到了上海世博会 不仅仅是各个省市 都想方设法 展示自己最有特色的中国元素 甚至各个外国馆都无不想展示与中国的联系 从建筑的外形到内部的展示 中国元素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不难发现 不管是磁质的外观 藤条编造的大篮子展馆 或是紫残岛日本馆 各个展馆都在寻找中国文化中有吸引力和共鸣感的部分 这些文化中的精髓像一条条纽带连接着世界和中国 更在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影响深远 从伦敦到巴黎 从蒙特利尔到萨拉哥萨 历经159年的世界博览会 在2010年走进上海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上海因世博更精彩 这里是上海广播中特别节目 精彩世博 美丽上海